我是男的 分別咯 我比較好看 他比較難看 直左咯 高下咯 這些念頭都起來了 所以修普賢實願好啊 禮敬諸佛啊 我們不要去分男分女 分高分下 一切都是諸佛如來 恭敬心真神心就現前了 所以要不分別執著啊 不容易 除非自己啊 有高度的警覺性 比方說 我不喜歡這個工作 那分別執著來了 比方說 我討厭這個人 那一天呢 不知道起多少個分別執著 所以珍燦大師 教誨的好啊 煩惱從哪裡來 愛真呢 喜歡不喜歡來了 愛真又起於分別啊 我們把煩惱的根源找到了 就是分別執著了 才會有談生之慢啊 所以在一切人事物當中啊 要練習放下分別執著 但莫愛真呢 動然明白 大家有沒有經驗喔 唸佛唸得挺歡喜的 大家一起共修啊 唸到法喜充滿 出來的時候看誰都可愛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分別執著很淡啊 見誰都高興 但是要保持 所以這個時代修行啊 不遵循應光大師的教誨 想修行難啊 行柱坐卧 穿衣吃飯 從朝至暮從暮至朝 一句佛號不能讓他斷 能念出聲來啊 念出聲來 因為那聲音啊 聽在耳裡啊 齒放真教體啊 清靜在英文 我們的耳根很厲害 你唸出聲來啊 一立耳根 勇為道主 當然啊 你在工作的時候 不要唸到 找到人家 沒有辦法工作 你小聲唸 唸到自己聽得到就好 或者呢 默唸呢 就跟唸出來 一樣清清楚楚 那好 映竹有一個方法 唸十聲 你可以三聲三聲四聲 或者五聲五聲都可以 因為唸十聲啊 你假如一二三四 數到五十很累 是不 四十七四十八 有時候都數錯了 三十七跳到四十八去了 十聲不會數錯 十聲一個循環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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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聲啊 就照著師父唸的那個聲音就對了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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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循環十聲 每一句每一字都很分明 十個循環綿綿密密不斷 不容易打妄想 就不容易分別不容易執著 而我們學佛 你說對人對事容易分別執著 學佛也會分別執著 起高下見 太上改變地子歸 世間法佛法高那個低 我是大臣根性 怎麼去學那些東西 開口變錯 我高我見不就出現了嗎 我像不就出現了嗎 又分別又執著了 而印光大師大智慧者 他沒有分別執著 他看到的是眾生的根性跟需要 沒有門戶之見 推薦的是儒家跟道家的經典 因為我們沒有這個時代的人根基不足了 所以世出世法 世間法跟初世法在哪裡分呢 在心上分 沒有分別沒有執著 一切法都是佛法 都是初世法 一個人沒有執著就出離六道輪迴了 他怎麼還是世間法呢 可是只要有分別只要有執著 華言經都是世間法 都是世間法 重實質不重形式 所以今天我們假如不明白這個道理 在學佛的過程當中 都會形成執著點 都會形成執著點 我們不知道 我們冷靜 師父叫我們扎三個根 講了多久了 好多年了 我們就是不肯學 我就是要學無量壽經 其他的我不學 那不是執著 執著到什麼程度 師父的話都不聽了 那怎麼不是執著呢 所以不能執著啊 得要依教奉行為好 師父是過來人的 看到我們的程度 我們就是不肯扎根 就是想要開花結果 那沒有根 這是沒有生命的 遲早要哭掉啊 遲早要出狀況的 所以老實人呢 得最大的福氣 而且從佛經來講 成佛修學的過程 不離靜夜三浮 而靜夜三浮第一浮 孝養父母奉事事長 慈心不殺修十善業 這一個道理啊 就落實在弟子歸感應篇 十善業道經 這三個根的基礎上 所以我們剛學完 了凡事訓啊 雲古禪師交給了凡先生 功過格 這些扎實的功夫啊 還是必須下午 時時以這三個根啊 來觀照每一天 自己的不足跟過時 而這個功過格啊 就是依據啊 感應篇編成的 所以我們這個早晚課啊 讀誦地時歸根 太上感應篇 日日之飛啊 日日改過 所以我們扎基礎啊 得老實啊 不可浮躁啊 不可清帥 一字一句啊 對照自己的起心動念 一言一行 改過了 改習了 才是扎根 才是立命啊 所以佛門呢 重十指 這個我們要實時去體會 去分別執著是十指 去习氣啊 是十指 没有回到十指啊 修的都是空中楼阁啦 我们修成空中楼阁啊 那就自欺啊 又欺人了 所以修行人呢 須打破 自欺一關 使有商量處 而 我們剛剛提到呢 人人知因果 天下大智之道也 所以人明白因果啦 他懂得 斷惡修盛啊 不敢做惡事 假如一整個 社會的人 都這麼做啦 那這個社會就安定了 有福報了 南宋啊 四川 有一個人呢 叫周慈 他是 奉行感應篇 結果 突然有一天啊 他暴斃了 就到了 陰間 结果到陰間的時候啊 看到旁邊啊 很多的人啊 都是餓死的 後來 這個明利啊 陰間的官員 就跟他講 說你命中啊 就是餓死的命 因為 你這一次啊 奉行感應篇 而且啊 還把感應篇啊 去跟人分享 勸導大家奉行 所以啊 你這一生 逃過了這個劫難 你以後啊 會很長壽 他回來之後呢 就趕緊跟他的太太 跟親朋好 親朋好友 講 而且呢 這陰間的官吏 還跟他講啊 你回去之後啊 要大量的 宣揚感應篇 我們自己讀誦 自己立行 勸別人讀誦 勸別人立行 而且啊 勸別人流通 更好啊 勸別人呢 講解 太上感應篇 當然呢 我們剛剛講到 請佛注釋啊 先請誰啊 你當然能請你自己啊 好好深入感應篇 之後為人宣講 甚至每一句啊 現身說法 我自己啊 我自己啊 是怎麼做的 那我們相信啊 真感情啊 好文章啊 做到啊 就一定能說啦 只要能夠 讓感應篇啊 廣泛流通啊 廣泛流通啊 這個社會啊 沒有本善啊 也會受感化 所以人心才是化解災難的根本 我們剛剛念了一段啊 現在世界各地啊 太多這種事情啊 根源在沒有這麼好的經典 教化人心啊 所以建國君民 教學為先啊 而這個世界是息息相關的 地球村啊 身為銀皇子孫啊 有這麼好的辱道士法寶啊 得要推展到全世界啊 我們這世界的安危 才能保得住啊 所以師父呢 提到啊 如果把這三個根的教誨啊 翻成各國文字 尤其翻成英文 大量流通到全世界啊 對整個人類都有好處 這一段話講給誰聽啊 當今之世捨我其誰 我們辦了幾屆英文的培訓班啊 已經有企業界的老闆了 他員工來應徵啊 他說你先到文化中心去上過 英文的地史規 因為他馬來人 他也其他民主的 他還不會講中文啊 去上英文地史規 才能夠到公司來上班 企業家現在講話 很有影響力哦 是吧 他一講話啊 那些家長啊 耳朵都豎起來了 我孩子以後要出社會服務啊 我現在 先應徵要問過有沒有學過 第十規 我們好好弘揚啊 以後在馬來西亞還要問 學過太上感應篇沒有 哇 那這個風氣啊 就流通開來了 所以這個紅船啊 刻不容緩啊 很多企業家 在他自己的企業推展 那個員工的父母打電話來 流著淚啊 哎呀我交了二三十年 沒交好了 居然是領導把他交董事了 感恩戴德啊 包含很多 現在這個社會啊 說實在的 活著不容易啊 很多的苦難啊 很多憂鬱症的人啊 很多想自殺的人啊 他聞到這些經典啊 就像見到曙光啊 光明一樣啊 能轉過來啊 所以今天他聽到了 可能他人生就不會走上絕路了 我們時時啊 念著眾生的苦 我們這種提升精進的動力啊 就來了 不然呢 不念眾生苦啊 很容易懈怠 所以很多同仁呢 在探討 怎麼樣 能夠不退轉 時時存著 上報四從恩啊 下跡山土苦的心啊 不容易退轉 所以這樣的願心啊 保持 而我們 學習太上感應篇呢 這一段經文啊 我們分成七大段 我們分成七大段 第一 總綱 這古聖先賢的教委啊 第一句話呢 都是最重要的 包含了 廣泛的義理啊 都含涉在其中 我們看大學 大學之道 在明明德 在清明 在子於至善 後面的教委 就是在詮釋 這一句總綱啊 太上感應篇一開頭 太上曰 禍福無門 為人製造 善惡之暴 如影隨行 而後面呢 都是在詮釋這一句 第二段呢 是四景 警告我們啊 天地有思過之神啊 人假如不修善又造業啊 大則奪計 小則奪算啊 算盡 則死啦 不可以掉以清心啊 了凡世訊告訴我們 千年幽谷啊 一登財照啊 千年之暗拒除 可是假如不趕緊行善呢 真正壽命到了 欲改 無由啊 就墮到三惡道去啦 這墮三惡道不是開玩笑的 這萬劫 都有可能不負啦 而且啊 而且啊我認識 一個企業家 他非常感激太上感應片 真的沒人教啊 行惡啊 造惡都覺得 大家都這樣啊 他也不知道善的標準在哪裡 惡的標準在哪裡 結果他一讀感應片啊 他偷偷跟我講 他說他沒有一句沒有犯啊 哇 讀完之後呢 那個恐懼啊 警覺性提的非常高 他心裡想啊 我全犯了居然還有命啊 哇那真的是祖宗的福報啊 我不能再這麼折下去了 這麼糟蹋下去了 所以誓警 第三段 講善因善果 第四段 惡因惡報 第五段 第六段 又重複把殺 跟盜 狠取人才啊 這道 重複 強調 最後一段呢 總結 進而啊 勸明我們 我看剛剛大家讀誦的時候啊 讀道 善人 與善 事善 行善 一日有三善 三年天必降之輔 好像讀到這一段的時候呢 聲音都拉高起來 這個代表啊 人都有好善好得之心 惡人 與惡 是惡 行惡 這個聲調稍微下降 這代表人啊 都面對惡啊 都感覺不好 所以這個最後 勸明我們 及早行善 善不能等 好 那今天早上啊 就跟大家 交流到這裡 我們明天呢 正式 進入 太上感恩篇京劇的學習 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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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長輩 各位同仁 大家上午好 太上感恩篇 這是經題 那 太上啊 是尊稱 尊稱道教的始祖 老子 老子啊 他生下來的時候 頭髮就是白的 所以 道德學問又很好 稱他為老子 他的本名啊 姓李 名兒 好老丹 而 我們 傳統文化呢 是 辱道士啊 三教 而 三教的教委啊 都是非常相應的 好 為什麼呢 因為 聖賢人的教委啊 他都是從性德流露 是相通的 那人假如有分別執著 他就會比高下了 就會覺得不相同了 所以 在清朝 雍正皇帝啊 看到了 這些學習 辱士道的學子啊 產生很多分別執著點 所以寫了一篇 雍正皇帝 上玉 裡面就提到 三教是 教明於海內也 禮同出於一元 道並行而不相悖啊 三教的教委他都是相應的 禮同出於一元啊 都是教人 斷惡 修善 這些教委啊 都是從 聖賢人 信德裡面流露出來的 所以太上呢 尊稱老者 太上啊 我們深入這個稱謂啊 太是指自大 其大無外啊 上呢 就是自高啊 所以自大自高 其實啊 也是對 信德的讚嘆 所以 這個太上呢 就是我們自信 的尊稱啊 所以這一段教誨呢 也是我們呢 真心啊 流露的時候啊 人就是這麼 做人處事的 真心呢 用一般俗話講呢 就是每一個人呢 本有的良心 良知 所以我們 遵從太上感應篇的教誨啊 其實就是 隨順自己的信德 不這麼做了呢 那就是違背自己的信德 世間人呢 都很強調 要聰明一點 很多父母啊 也希望把孩子叫聰明一點 其實小孩啊 能保持天真啊 反而是好事啊 因為俗話講的 聰明反背 聰明悟 所以人以為聰明啊 事實上呢 所思所想啊 違背信德呢 違背 太上感應篇呢 其實啊 是被自己 給誤了 因為違背信德啊 那是最 吃大虧的事情了 那就恢復不了 信德了 所以隨順 习氣啊 對人的傷害小啊 對自己的傷害最大 而 遵從感應篇的教誨啊 我們違背信德啊 這個每一念呢 是敢 就會趕來境界啊 就是硬啊 所以隨順性德 一念清淨啊 趕來西方極樂世界 所以 人這一生呢 最值得 尊重的 珍惜啊 重視啊 絕對不能絲毫掉以輕心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的精神思想 好 為什麼 是精神思想呢 其實用感應的道理啊 我們的體會就更深刻了 一念淨 就跟佛法界相應 跟極樂世界相應 那佛界緣起啊 我們念這一句阿彌陀佛 有沒有感應 有 雖然我們現在 還 沒有辦法 感應到 會有什麼發生呢 會有什麼發生呢 但是呢 這個時代 什麼人最有福氣呢 老實聽話 相信佛菩薩的教會 這樣的人最有福氣了 因為佛 他是徹底覺悟了 整個宇宙人生真相 他都看到了 我們還沒看到 但是肯聽話照做 以後啊 就得大利益了 這個時代能受益的呢 能相信聖人所說的話 相信聖言諒 當然相信以後啊 要進入解形 真正去實踐的 他自己啊 也會震入的 所以我們 淨土宗 祖師啊 廉詞大師 他老人家就講到啊 他是臨終的時候講的 他說他已經好幾次啊 見到西方極樂世界了 那感應啊 就現前了 所以在佛經裡面提到呢 人只要自心念這一句佛號 西方極樂世界就開一朵蓮花了 你念得越真切啊 這個蓮花啊 就越大 那諸位同仁 我們昨天的蓮花 變大還是變小了 感應喔 每天 有消長 為人 製造 所以真正了解感應的道理啊 人對於起心動念 就非常的謹慎 而當我們 因緣緣成熟了 往生的機緣成就了 阿彌陀佛呢 就拿那一朵蓮花 來接我們了 所以大家念佛的時候呢 呢就觀想 呢就觀想 蓮花越來越大了 假如我們 起煩惱了 就觀想呢 蓮花越來越小了 或者都要哭掉了 那這個時候呢 警覺性就會高了 越念啊 越深歡喜心了 所以一念靜呢 往生西方的這個因緣呢 就越來越成熟了 一念染 染濁了 那九法界的因緣呢 就硬了 所以一個人 一個念頭啊 就是十法界的種子 產生了 所以這個擺明了呢 十條路啊 在我們的面前 我們要走哪一條呢 這個佛菩薩只能把真理告訴我們 至於走哪一條路啊 這佛菩薩決定不了 為人至招了 那要靠我們自己 俗話講的 師父領進門了 修行靠個人 而佛經上也給我們講的非常清楚 時時是六度純心啊 敢菩薩法界 是了解苦疾滅道 了解 人我空向啊 這個是羅漢生文道 了解十二因緣 是peaceful 是圓絕道 是圓絕道 十二因緣啊 就是人啊 為什麼會輪回啊 的原因所在 人很容易啊 產生愛 愛之後呢 就要去取 取了就執著要佔有 那這個就輪回心啊 就一直轉不出去 所以人能放下佔有 不去貪愛了 那 就不會啊 在 六道當中困住了 不過啊 這個能力啊 都不容易 有 五界 敢人道 實善 敢天道 師父常提醒我們 不往生啊 就不得了啦 為什麼不得了呢 很難不度路 五界感人道啊 那我們冷靜呢 我們自己起心動念呢 一言一行 跟五界相不相應 不殺 不道 不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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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饮酒 我們學佛法 深入其精益啊 尤其大神佛法 他持的是心界 今天不殺 我又沒有殺害他人 從相上啊 是講殺害的 從心上啊 是指呢 不腦害 眾生 其實 我們 在性格當中啊 非常的 暴躁 強勢啊 就很難不腦害眾生 所以 從儒家的榜樣啊 確實呢 我們 謹記啊 師父 強調的 學儒啊 要學孔子 孔子是 溫良 公儉 讓 像 像 夫子的 風範呢 才能 吃好乳戒喔 才能吃不少 溫和 善良 善良 善解 善良 善解 人意 善良 不會常常 記人家不好 留在人家心 留在心中的呢 都是人家的優點 跟付出 不記人家的過失 恩怨 恩欲報 怨欲望 這是善良 而且 厚道 就像 了凡事訓裡面講 見人過失啊 可 則寒荣而 掩父之 依則令其可改 依則令其有所顧忌而不敢中 就是善良啊 就很厚道 公敬 公敬 這公敬 對人 尤其 我們修道啊 要從公敬心培養起 佛家講 禮敬 諸佛 儒家講 無不敬 公 節儉 實思想的呢 節省 下來的 財力物力 能夠讓更多人 受用 其實節儉啊 就接近了仁慈性 他時時都能把他人放在心上 希望他人能多一些受用 讓 遷讓 禮讓 退讓 這是孔子的修養 所以師父講 內修五德 五德就是以夫子的修養做榜樣 外修六和 跟人相處 能守六和敬 六和敬我們比較熟悉啊 見和同解 戒和同修 生和同住 口和無真 口和無真 一和同月 利和同君 而修六和敬啊 是敢 真正成就六和生團呢 化解 化解 劫難 就是 硬了 所以師父講到 這個世間 只要有正法生團 出現了 出現了 這個世間 這個地區 不遭難 大家相不相信啊 其實這個道理 並不複雜 為什麼有真正 六和生團出現了 可以化解災難呢 因為災難的根源 是人心 人心有教化了 他一轉善念呢 這個災難就化掉了 而人之初 性本善 人是可以教得好的 而當 這個生團出現了 那最起碼四個人以上呢 依照六和敬 去做了 真做出來了 這個世界上的人呢 一接觸了 他就佩服了 他的善根呢 就流露了 所以世間 只要看到真榜樣出來了 人心就會轉 假如沒有真正去做出來 那世間人就會想 那都是講一套啊 做一套 他對於 聖人的經教啊 不容易產生呢 堅定的信心 我們很冷靜 觀察一下 身邊的人 哪一個人是因為 直接看了佛經 就產生堅定不移的信心 那很少 我們今天聽師長講經呢 非常的 信任 是因為師長他老人家做到了 所以教化要產生長遠的效果 最重要的還是要深教了 我們自己能做到 有這樣的團體出現呢 上天有好生之德啊 他也不想降災難啊 為什麼還是沒辦法要降災難 因為眾生不回頭啊 不能再讓他繼續造業了 所以災難降臨啊 也是慈悲啊 讓人不要再造更深的罪業 因為不回頭啊 可是假如 眾生有回頭的機會啊 那一切神靈啊 都互念那個機會啊 所以昨天師父講的 真正依照經典去做了 師父說 用宗教的話呢 叫眾神靈啊 都保佑了 而 人心轉變呢 靠教育啊 那我們自己啊 也要把教育搞清楚了 那在這個時代呢 我們一提到教育呢 就會想 我是大學生啊 我研究所啊 我受了不少教育啊 我受了不少教育啊 而教育呢 真正的含義啊 那不是只學歷高而已啦 學歷啊 在這個時代呢 主要是知識的傳授 而古代的教育呢 而古代的教育呢 最重要的是道德的提升呢 來教育呢 教育 上所思 下所孝 那欲是揚子始作善也 都是強調德行善行 而且教育啊 而且教育啊 最重要的內容啊 三個範疇啊 第一個呢 了解人與人的關係 今天我們跟親朋好友相處啊 常常呢 都會對立衝突 摩擦 我們呢 沒受好教育啊 這五輪大道啊 人與人和睦相處呢 我們才是懂道理的 所以我們這一個時代呢 叫補習教育啊 都是成年呢 才來補這個 重要的做人的課程 古代 他們有倫理道德承傳 甚至有大家族的家教教育 從小看到父母 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啊 他就懂得怎麼處事待人 第一個 人與人的關係 第二個呢 是人與大自然的關係 我們沒有遇到師父啊 講解這些道理啊 真的一輩子啊 好多事情啊 根本都搞不清楚 甚至連想都沒想到 人與自然的關係 對我們這個時代的人 是大課題啊 因為這個地球都快不能住人了 可是到底大自然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我們沒有讀經啊 他根本不懂 那個叫天災 天災跟人心啊 他是分不開的 所以 你儒家講 上書提到 做善 這樣子百祥 做不善 這樣子百祥 天作孽 有可為 智作孽 不可活了 所以我們在探討環保問題 環境問題 假如不明白這個真相 沒辦法解決 沒辦法解決 我們看 這個社會 面對很多嚴重問題啊 提出了非常多的理論 甚至於投入大量的金錢跟人力 反而沒有改善 我們說環保啊 這不知道致力於多少年啊 所以啊 不能找到根本問題啊 那是徒勞 無功啊 所以我們覺得非常幸運 我們能遇到策法原底的教會 汝道是三教的教導啊 佛家講得很清楚啊 貪心敢水災 乘惠心敢火災 魚翅敢風災 人心不平敢地震 這幾年 世界各地啊 災難平傳 我們冷靜去觀察 就清楚了 為什麼那個地方水災多 為什麼那個地方風災多 根源 人心的貪嗔痴慢造成的 化解災難 化解災難 還得從熄滅貪嗔痴慢 下手 而 師父常講的這個和諧社會啊 從我心做起 從我們自己做起了 所以溫室效應 越來越嚴重啊 我們假如今天發脾氣了 那就是把溫室效應 又加重了一分了 所以假如把 天下為己任啊 不願意啊 不願意啊 再給這個世間添亂了 對自己起心動念 調伏習氣啊 就更下功夫了 確實啊 我們現在是跟這個世界 修氣共了 教育第三個 重點啊 是瞭解人與天地鬼神的關係 人與不同為之生命的關係 那太上感應篇裡面講到 是有天地有 師過之神啊 我們的善心啊 都能跟天地鬼神相交感 所以 學習太上感應篇呢 是真正做好教育啊 明白因果 斷惡修善 這是德行很重要的根基 那剛剛跟大家講到感應 死法界都是心所感 共高我慢自大 敢修羅見 阿修羅 貪心敢惡鬼道 成慧心敢地獄道 愚痴就敢畜生道 所以我們一明白這個感應的道理 我們自己啊 就對自己負責了 不會怨天 不會憂人 而真正呢 有決心 當生成就自己的道業 這一份心是敢 就能感 就能感得佛菩薩 眾神啊 冥冥當中的加持 這個就是硬啊 但是假如我們沒有這個志氣啊 誰順貪嗔痴啊 那貪嗔痴是敢喔 硬是什麼呢 硬是妖魔鬼怪喔 會加持喔 就好像一個人做壞事了 那旁邊惡心的人 好啊做得好 那也是硬喔 所以是得到助力啊 還是得到這些不好的感應啊 都要靠自己這顆心啊 所以太上感應 這一個精明啊 就給我們很重要的提醒 遵從聖人的話 隨順性德 就會趕來更美好的人生 那我們立下目標呢 好好啊 依教去奉行 好 那早上呢 先跟大家交流到這裡 好 謝謝 好了 唉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位同仁 大家上午好 我们上一次讲到太上感应篇 这个荆题 太上俗话 一般指 太上老君 老子 而这些圣贤人的教诲 都是从信德当中流露的 所以这个太上 其实也是可以延伸 指我们的明德 信德 人 随顺信德 那会有很殊胜的感应 我们修学净土法门 常说 心静 所以清静的心 与信德相应 感的就是一针法界 极乐世界 我们上一次也提到 人的每一个起心动念 则 使法界的种子就生了 所以真正了解这个感应的道理 对自己 起心动念 一言一行 都不敢 疏忽了 所以我们也谈到 一念贪心 可能招感来的 就是恶鬼道 一念惩慧心 招感地狱道 一念愚痴 招感触生道 而且每一念 每一个言行 都像一颗种子一样 有一个善因 善种 就感善报 有一念恶因 恶心 就会感恶报 所以这个感应 就像大自然 种子一样 你下了一颗种子 它迟早会开花 结果 所以 俗话又讲了 恶有恶报 善有 善报 不是不报 时候 味道 所以只要 有种了这一个种子 迟早 它是会开花 结果的 那很多人就紧张了 那我以前 那我以前 种了这么多恶种 怎么办 这个感应的道理 还有一个重点 强者先迁 哪一个种子 最强 就先开花 就先开花结果 所以 我们现在呢 一心念佛 求生净土 那这个种子 它就先开花结果 而以前造了很多恶 这个我们 那时候我还不懂 而且呢 造恶之后 它是一个恶种子 恶种子 它又有缘 就好像一颗种子呢 它要 给它 施肥 给它浇水 它才会 成长 茁壮 在结果 假如我们 不给它这个缘 它这个种子 它就不会现果报了 所以假如我们 从今以后 都是善念善行 都是一心 求生净土 那这个缘 它强 就能先献好的果报 所以这个道理 我们了解之后 就不会恐惧 那我以前造了这么多恶因 怎么办 那我们也必须 很冷静的 来观照 这些道理 观照自身 为什么呢 感应呢 是随时随地的 我们今天 感得在娑婆世界 这个就是硬了 业不重 不生 娑婆 这个娑婆界 在宇宙间 算是比较 着恶的一个 地区了 所以人真正了解 这个道理了 那我现在 身在五着恶事 修此心 就上来了 同样 是宇宙间的生命 为什么我是 身在五着恶事 我们学完 了凡事性 改过当中 有三种心 非常重要 此心 未心 有心 了解到 自己 过去生 造的恶不少 才敢来 娑婆世界 包含呢 我们感得 这一个身体 这个身体啊 是恶臭不敬 七孔 藏出不敬之物 恶臭不敬 无可乐者 这个都是从感应的角度 来提醒自己 你说人不懂 这些道理了 这个臭皮囊啊 人还花一大堆时间呢 在装扮它 花钱啊 花精神啊 在一个臭皮囊当中 下功夫 这个都是 很可怜的啊 把这个宝贵的光阴呢 都给浪费掉了 所以人了解到 我今天有这个恶臭的身体啊 是过去生 不善的念头 不善的言行 所以就提醒自己啊 要转 把这个夜暴身呢 转成 无极之身 把清虚之身 无极之体 往生西方极之身 往生西方极的世界啊 就是清虚之身 无极之体了 就是 无量光 无量寿了 所以我们遇到这么殊胜的缘分呢 要看我们自己啊 好好把握啊 这个缘就可以接上了 所以强者先牵 我们没有下这个决心呢 那我们无死结的业力啊 又会牵动我们 那牵动以后啊 这个恶果啊 就很难避免了 所以 有了自知之明啊 才肯下功夫 因为 事实上呢 我们提到感应 我们提到 为人自招啊 每一个人都有印象 但是我们很冷静的看呢 虽明白了这个道理啊 但是我们的善念多 还是恶念多呢 是跟戒定会相应 还是跟贪嗔痴慢相应 这个就是一个 必须很冷静的问题 不是说 读过佛经啊 读过圣贤经典 我们这一生就能得利了 是 这一生能成就 能得大利 还是这一生 只能结个缘 那就要靠自己 决定了 我们再冷静 观照 我们现在的善念 比起 比方三年前 五年前 我们刚接触佛法 的时候 是进步了 还是退步了 对人的恭敬 对人的关怀 对人的迁退 这些都是赶的 假如是退了 那我们得冷静 虽然接触佛法 我们可能还是在退 那怎么克服呢 这个就彰显了 熏习的重要 熏习的时间不够 正念提不起来 又被习性 业力 给牵着走了 一定要熏到明理了 明理了 一定会依教奉行 为什么我们听了以后 为人至招都清楚 恶念还是止不住 实在讲 理还不够透彻 这个 观照 这个道理想通了 绝不敢懈怠 绝不敢 减少熏习的时间 因为有自知之明 不好好熏 扶不住 烦恼 所以我们观察 历代 很多修行的人 他们跟着 善之士 十年 二十年 都不离开 这个给我们表演 他跟着善之士 每天熏习 不敢懈怠 不敢懈怠 除非他自己 有成就了 他才出去 弘法立身 有的已经有成就了 他还不出去 一辈子跟着这个善之士 给大众表法 知道呢 不长期熏习 扶不住烦恼 其实这个都是 让我们正是一个重点 要有自知之明 那 在这个时代 我们拜科技之赐 随时可以清净善之士 我们 现在光碟很方便 师父讲解的太上感应篇 我们可以 随时熏习 光碟一放 很重要的 自成恭敬的心去添 一分沉静 得一分利益 十分沉静 得十分利益 在这个熏习的过程当中 也是对质习气 对质什么习气呢 懈怠的习气 不容易有恒心 下定学心 前几天熏的比较用力 可能过一个礼拜 就开始 懈怠了 而且也调什么习气呢 调不恭敬的习气 今天我们看师父讲经的碟 可能一开始接触的时候 非常的恭敬 甚至啊 看以前还顶礼三拜啊 三年过去了 五年过去了 边听啊 边打瞌睡了 所以 夏年居老居士劝我们 修行须打破 自欺一关 这个话 非常的深刻啊 我们不关照自己的心 关照自己的状况 要打破自欺啊 几乎是不可能 因为我们关照这个情况 就代表我们 恭敬心已经退了 懈怠的心啊 傲慢的心啊 现前了 甚至于听经听几年啊 听的过程当中啊 边听边怀疑啊 这样讲对不对了 所以 现在这个时代啊 有科学的便利啊 我们应该更珍惜 这个福报 熏习的功夫一定不能少 这个时代我们不熏习啊 起不了 关照能力 所以一有时间呢 不能打妄想 一打妄想啊 很多烦恼呢 就招感来了 一有时间呢 就要精进 唯有精进 才能生定慧啊 我们六度里面讲的 精进 禅定 智慧 唯有 定力了 才能不被境界转 没有定力啊 我们的人生 就像师父常讲的 万般 皆是命了 半点 就不由人了 我们一起学习太上感应篇呢 这个也是珍惜我们此生最大的福报 什么最大福报呢 闻佛法 而且呢 闻念佛法呢 还有明师授戒啊 还有师父这样的高僧 来给我们指导 哇那你去哪里找这么大的福 但祸福相宜啊 是珍惜这个福当生成就 还是招踏这个福 玩弄消遣佛法 那这个祸福啊 还是为人之招啊 就看我们自己下的功夫了 好 我们 开始啊 来进入啊 这个经文 我们看第一句经文 太上曰 祸福无门 为人之招 善恶之暴 如影随形 这个太上 讲到了 而太上 是道家的教诲 老子的教诲 而我们修学大成佛法 它是奠基在 辱道的基础上 因为佛陀讲过呢 不先学小成 而后学大成 非佛地址 非佛地址 而小成 在我们 中国 东土啊 现在已经很少 在弘扬 那为什么呢 因为辱家 因为辱家跟道家的教诲 取代了小成 这佛法不执着啊 都是随顺各地的因缘 而我们华人呢 读辱家 道家的经典呢 非常亲切 熟悉 而且辱道 的教诲当中呢 心胸呢 也非常的宽大 我们看辱家 强调的 欲明明得于天下 所以心量非常大 道家讲 圣人无常心 以百姓之心为心 都是有念念啊 为一切众生 着想着心 那我们了解到 这一个历史的典故 我们学大臣佛法 就一定要扎好 辱道的根基 尤其 这个大臣佛法 奠基在伦理道德 因果的基础之上 所以 这个太上的教诲 很重要的呢 它包含伦理道德呢 尤其是英国的教育 祸福无门 为人制造 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 这一句话 这一句话 在经文的一开头 这也代表 它是整部经文的 总纲领 这圣贤人都是 开智慧的人 所以他们第一句话 都是最重要的重点 所以他们第一句话都是最重要的重点 我们包含 儒家大学 开篇就说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清明 在止于 至善 后面的经文 都是在诠释这一句 总纲领 那 祸福无门 为人制造 是把感应的 道理 告诉我们 而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 是把感应的 事实真相 实际的情况 具体的 说出来了 所以 前一句是理 后一句是事 而 我们常说 理得心安 人把这个道理给搞明白了 心 就不会 埋怨 不会迷惑了 所以其实我们的心 心不能安 往往是理还不明 所以我们看到第一句讲的 祸福无门 为人制造 这为人制造 就代表 祸跟福 他没有一定的 一个行击 都是人 赶招来的 这绝对不是说上天要降给谁 祸 降给谁福 祸福 根源 都是自己赶招的 那我们假如用心来体会 都是人自己赶招的 那当场 从此以后 不怨天 不由人 为什么 自己赶招的 怎么可以怪得了任何人 所以人只要怨天由人 那就是跟这个真相违背 所以假如我们跟地质规来结合 过能改 归于无 我们明白为人制造 赶紧改过 这个唐隐士 真一姑 我们今天 感召来不好的结果了 我们还要怨天由人 还要指责他人 这个念头啊 就不明理 这个念头啊 叫唐隐士 那就真一姑了 而且呢 我们是 明知故犯 我们明白为人制造了 还去责怪别人 所以 休学之后啊 要更下定决心了 不能再退回 本来的习气去 就好像我们今天当 教学的人 我们读过这些道理了 那一个老师犯错了 那显然他的罪啊 跟一般的人不一样 一个佛弟子 在造罪 那显然跟没有学的人呢 也是不一样 而自造啊 什么在造 自己的 身口意 三叶 在感召了 而身口意 其实他最根本的 还是一叶 人有念头啊 才会变成一叶一行 能守住念头 纯净纯善 他就不造业了 所以经上呢 常常提醒我们 吉凶祸福啊 皆由心照 六祖慧能大师也说 一切福田 不理方寸 从心而觅 感无不同 而既然 这个祸福啊 都是心感召来的 但老子也说啊 祸福相宁 我们每一天念 心命诗啊 来告诉我们 心可 宛乎命 罪要存人道 我刚刚 谈了这么多 感应的事情啊 大家心情是比较低落 是吧 要听到这些事实啊 越听越高兴啊 这个才是福在 受贱啊 我们这个爸爸妈妈 一讲我们两句 头就低下来 脸就臭了 大福从哪来 从受贱来的 这一生真正要了脱生死出六道轮回 听到正法 听到别人指出我们问题啊 那要生欢喜心啊 不然很难调伏习气了 所以罪要存人道 念念为人着想啊 这个命就开始转了 而这个祸福相宁了 这个很有味道 福气来了 身贪贱 然后享受之后呢 又放纵 祸就跟着来了 但是是祸来了 可是啊 不怨天不由人 还能够忏悔自己 去改过 那大福也就跟着来了 自招啊 他是可以转的 所以 清朝 在崇明这个地方啊 有一个 人士啊 叫做 黄勇爵 先生 他 给人家算命了 差不多 六十多岁啊 就 六十岁啊 寿命就到了 结果 他刚好有一次 看到 海上 有一条船啊 要翻了 他赶紧出 十两 银子啊 请 渔船赶紧去救人 救了十多条命 结果后来呢 他又 遇到那个 算命先生呢 那算命先生就说 哇 你现在脸上 阴字纹 越来越多 你 会很长寿啊 还会很有福气 大家知不知道 英字纹长什么样子 我也还不知道 不过我想 常常笑的人呢 英字纹应该比较多 为什么 给人欢喜 常常装着一个 很凶的脸 那铁钉英字纹就少了 那大家想想 越常笑的呢 这个额头上面呢 应该会有很多条 大家要善于观察 你们以后听师父讲经 都观察一下 师父这里那个英字纹 特别多 结果呢 这个黄永绝先生呢 确实呢 后来活到九十多岁 无疾而终 而且呢 生了个儿子 考上 康熙时候 科举的绑手 在后代啊 都很兴旺 一个本来短命无福之人 就因为尽心呢 做好事了 他转变命运了 后来赶召来的 就是非常好的国报了 所以只要人肯下功夫啊 一定可以改造命运 命时赵于心 吉凶为人赵 岂有成行恶事 后至改悔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久久必获吉庆 所谓转获为福也 这些道理我们明白了 我们对为人制造啊 不只不恐惧啊 还积极啊 断恶修缮 好 那早上呢 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尊敬的诸位长辈 诸位同仁 大家早上好 我们学习太上感应篇 其实就是自爱 顺着自己的性德来处事待人接物 而随着深入的学习 要对感应 对因缘果报的事实真相 我们能更认识 更了解 进而肯定 因缘果报的真相 这个肯定到什么程度 任何情况发生 我们都不怀疑感应的道理 比方 我们做了一辈子好事 晚年生病 还相不相应性感应的道理 很多的人遇到这个情况 他就觉得圣贤 佛菩萨讲的没道理 所以能认识的够深 才不会遇到境界的时候 深烦恼 深怀疑 甚至怨天尤人 所以我曾经遇到一个朋友 他的人生 真的遭遇非常的坎坷 他父亲癌症 他给我说到 他出入医院 就好像自己家的厨房一样熟悉 后来怀孕 生产的时候 胎死腹中 为了照顾自己的父亲 没有办法顾及婚姻生活 后来离婚 紧接着还有 更不幸的事情 都发生在他身上 所以我了解到他的身世 真的觉得 自己比起他太幸福了 可是很可贵的一点 是他虽然经历人生 这么多的坎坷 他没有一句抱怨 他只觉得是自己的问题 自己做得不好 所以这一念心 我们当他的好朋友 都觉得不尽心尽力 帮他真的过意不去 所以他不怨天不由人 那是因为他对因缘果报 他不怀疑 他能够接受 进而他能够去断恶修缮 所以后来 他也改造他的命运 现在也在学校教书 家庭也蛮幸福 所以在修学的路上 信解行政 而这个信 有多深 解行才能不断的推进 假如这个信心有限 深入理解 也很难得力 一个人要弃入境界了 他的信解行 要融成一体 没有丝毫的怀疑 理解了就赶快去做 这样的人 能够弃入境界 所以我们 也要问问自己 自己信感应 信因果报应 到什么样的程度 能不能毅力不咬 当然佛陀慈悲 把因缘果报的道理 给我们多方的开解 比方 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事 很多人觉得 我这一生又没有做坏事 为什么我有这么不好的 人生际遇 所以感应因果的事实真相 它是通三世的 它不是只能看这一世的 所以今天我们 遇到不好的事情 遇到不好的人事环境 物质环境 我们就要想起这一个道理了 今生受者事 那是因为前世 造作不善业 才赶招来 这个果报 人真的明白这个道理了 对任何一件事情 绝不抱怨 为什么是我遇到 因为是为人之招啊 那是我前世造的 不善业了 好 所以真明白了 人生就 不再埋怨任何事情了 甚至于都觉得 事事是好事 不止不埋怨 还觉得每一件事都是好事 为什么 受了以后啊 这个果报不就消了吗 这个账不就结了吗 这个冤不就还了吗 俗话讲的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啊 而且呢又说啊 无债一身亲啊 大家想不想 无债一身亲啊 想的对吧 那你就说来 放马过来 是不是 该了的 赶紧了 不要我临终的时候 才来要 那就麻烦了 哇 那人能够这样啊 面对一切恶缘 恶报 处之太难 甚至感谢 甚至还期许自己啊 转恶缘 为法缘 我要为他演说 不只还他债 还要跟他结法缘 那个这个就是菩萨心肠了 为什么 我假如不跟他结法缘 他又给我讨债 又造业 又多道三恶道 那根本有关系啊 我假如不跟他结恶缘 他怎么会做 这些恶事呢 他怎么会来 找我的麻烦 造这些罪孽呢 所以不只要还债 还要帮助对方啊 这一生不要再堕落了 一定要转法缘 这个是负责任的人哦 这个是知道因果的人哦 这个是慈悲的人 应该有的思维哦 那怎么样 可以真正的转 恶缘为法缘 那这我们修养就要好 让对方啊 能佩服我们的德行 我们常讲到 这个布袋和尚说到的 剃拓在面上 随他自甘了 我也省力气啊 他也无烦恼 大家念的这一首记啊 有没有观想一下 自己先预言一下 有人给你吐口水 你生不生气啊 又生气啊 渊渊相抱 没完没了啦 立定目标啦 跟一切众生解法缘 给佛菩萨脸上贴心 有志气 有这么坚定的目标啦 得要练功夫 练在一切静缘当中啊 心平气和 其实啊 不要常常想我啊 多替对方着想啊 就能心平气和了 你看他给我们吐口水 他很生气啊 他一下子称恨了 整个充满他的身心啊 他难不难过啊 他难过啊 所以我只想着 怎么样让他呢 气消下来 那我不就不生气了嘛 我会生气是因为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那还是有个我嘛 所以今天假如你先生生气了 你马上跟他讲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 是我不对 你别生气了 你别生气了 气坏身体 是我最大的损失了 你说这种柔和的言语下去 他先生还气不气得了 你们都没试过是吧 佛法要自己的力行去应证 才知道呢 真实不虚 转自己的心呢 就能转境界 依报随着 正报转啊 正报就是心啊 就是为人自招啊 自己的心念啊 好 所以 一个人了解到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着死 他不再怨任何的人 他觉得每一件事情啊 恶缘还债好事 善缘尽本分 成就对方 那事事是好事 人人是好人 佛陀接着又讲 欲知来世果 今生作者是啊 命由我做 福自己求 诗经上讲的 勇言配命 自求 都福啊 吉凶获福啊 都是自己求来的 那当然 我们这一生求的最大的福啊 当生做福啊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这么大的福要靠什么感召呢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这个是最重要的感召的 那真的 这一生坚定要往生 那时时啊 观照自己的心 是不是菩提心呢 是不是跟真诚 清净 平等 正觉 慈悲相应 心净 佛土净 感应 身则决定身 这个心 实时都跟这五心相应 跟清净心相应 那一定可以往生 那平到早就接上去了 贤供 尊修 普贤 大事之德 那西方极乐世界是普贤法界 那我们 纯心 言行 都跟普贤 实愿 相应 那这个也有把握往生 所以我们处世待人接物 用这五颗心观照 用普贤 行愿 来对照自己 实时 面对一切 众生 不只是人 包含我们负责的事 面对的事物 都能 恭敬对待 去尽心尽力 去爱护 去珍惜 都是礼敬 我们节节呢 就是礼敬 这些万物 称赞如来 面对任何人事物 都能看到人家的优点 都能看到人家的付出 称赞如来 广修 供养 念念 都是 利益人的心 成就人的心 能够舍己 为人 广修 供养 时时 能观照到 自己 不恭敬了 自己 不能 欣赏 别人的优点 不能 舍己 为人 念念 为人 着想 一察觉 念头 偏掉了 马上 反省 改过 这就忏悔 业障 所以 我们了解到 欲知 来世 果 我们以后 人生 往哪里走 自己决定 今生 做这事 所以 了解到 为人 至招 就不迷信 因为了解 宇宙人生 因缘 果报的真相 很多人 到 寺庙 去祈求 佛菩萨 神明 降福 给他 这迷信 祸福 要靠自己 不是 福气 靠自己 去修 来了 感召 来了 那不是 神明 佛菩萨 能给我们 那佛菩萨 也不可能 带任何的人 受 任何的罪 因为那罪报 为人至招 那是自己招来的 所以 真正明白 这个道理 是依照 佛菩萨的教诲 好好的 断 恶 修 善 转迷 为物 就能转 转返 成圣 这个才是 我们这一生 要努力的方向 目标 所以 欲知 来是果 今生 作者 是 这个道理 一明白了 这一生 尽心尽力 积功 累得 这样的人生 就不会后悔了 假如明白 这些道理 没有真正去做了 迟早后悔 后悔 都是后面 才来悔 所以无量寿经 提醒我们一句话 何不于强健时 努力修缮 欲何待乎 现在还年轻 精神都很好 再过二十年 头发都白了 体力衰了 再想勇猛精进 就不容易了 修行 要在当下用功 要趁年轻的时候 用功 那我 讲到这里 诸位长辈不要说 哇那我玩 任何时候 看决心 下的决心 为人自招 一个人真下定 真为 这些道理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